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美竹言报,解析正经时事本期看点。 晶片上游供应商要降价15%,下游客户要涨价20%,台积电涨价,到底是不是? 趁火打劫,目前全球芯片代工市场Top10企业,其中台积电已53%左右的份额, 一元排全球第一,而三星只有17.3%左右的份额。 差得有点远可见从市场来看台积电是处于垄断地位,也正因为台积电的垄断地位。 所以最近台积电的霸道就正式显示出来了,台积电是怎么,趁火打劫,的。 跟着我你会知道更多,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记得按下右下小点订阅, 一时对下游客户进行涨价按照媒体的说法台积电, 要求对10纳米以下的先进工艺芯片提价10%, 对10纳米级以上的成熟工艺, 是工艺情部提价15%至20%并且是即刻执行。 就算以前下的订单没交付完的没交付完的部分, 立即按新价格执行, 二是对上游客户进行降价, 据芯片上游供应链的说法台积电,即将和半导体设备材料供应商, 针对2022年的采购价格进行谈判, 有消息爆出台积电要求供应, 商至少降价15% 为什么台积电要这么干, 自然是为了多赚钱了。 毕竟当芯片进入5纳米后投资减注增大, 且台积电还全球四处建厂需要花的钱更多。 而台积电对资本市场, 是有过承诺的承诺毛利率要保持在50%以上, 而两季度台积电的毛利率下降了只有51%。 6了所以台积电有点紧张了, 才搞了压榨上游供应商压榨下游客户的双重做法。 而按照机构的分析, 对上游降价,对下游涨价后台积电未来的收入将会进一步提升。 而毛利率也会回到台积电预期53%到55%的水平, 甚至超过Intel刚才前的56%, 既然台积电这一招这么好用其他厂商能不能仿效, 或许三星可以考虑仿效一下, 其他厂商可是仿效不了。 因为台积电在全球芯片市场拥有53%的份额, 不管是上游厂商还是下游客户, 都离不开台积电所以台积电的要求不得不遵守, 但如果像联电,革新, 中芯国际这些也许对下游客户涨价还能够接受, 毕竟现在晶圆产能太缺, 但要对上游厂商压价估计有点难, 毕竟现在材料里紧张, 也非常抢手大家。 没有台积电这样的溢价能力, 逼了十几年的台积电最终还是决定涨价了以16, 12纳米为分界线16, 12纳米以下的高端制成价格, 上涨10%成熟制成价格, 上涨15%到20%明年第一季开始生效, 芯片荒的大背景, 下台积电公布上述决定, 显然给焦虑的市场又加了一把火, 然而台积电决定下场涨价却并非趁火打劫, 而是多方压力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行业大事不能不涨提到电子器件涨价, 不少人想到的是厂家控制产能, 调控市场预期达到更好的营收洪水、 平电、火灾似乎都是产能缩减产品涨价合理理由, 与这些常见的涨价套路相比台积电, 就显得极为克制查询。 中文互联网资讯记录台积电最早的一次提价, 是2004年根据中关村科技的报道, 当时的涨价产品是250纳米180纳米, 和150纳米制程产品涨价幅度, 也是10%公益, 成熟造成竞争减缓是调价的主要原因, 尽管这些芯片在当时已经被拧的ATTA, 德州仪器等厂商采用制作主流电子产品, 可对于上流厂商而言, 过于稳定的代工价格无法完全释放代工厂产能,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 进一步开拓市场合理涨价, 就成了碧联选择台积电后来全线涨价还是在2008年行业的主流制程, 也开始进入65纳米和32纳米的两位数时代, 对应联发开支, 也是水涨船高台积电时任全球业务, 即营销副总经理陈俊胜, 就指出以250纳米制程投入需要资金为基础, 到了65纳米制程, 需要资金可能是250纳米制程的10倍, 若是到了32纳米制程, 则可能是250纳米微米制程, 将近14倍需要技术公关的新制程成本, 居高博下可批量生产的老产品价格, 必然走低台积电因此针对, 130纳米以下的成熟制程调涨报价, 2008年的这次涨价, 也是台积电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外宣布调涨报价, 可以看出不论调动产能还是反补研发台积电的涨价, 在整个行业中相比起来, 十分保守克制对外的姿态, 也是与客户声明利弊大家, 商量着来双方配合过度涨价后的市场波动, 实际上与同行相比开, 积电的涨价还问了一步,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初向革新, Global Foundries, PSMN, Zinv和联华电子都曾发出涨价, 通知中国台湾经济研究院, 刘佩珍也在景气动向调查记者会上表示, 是联电, 世界先进, 利基电等厂商8英寸晶圆厂, 价格涨幅相较去年高达50, 12英寸厂涨幅达30%, 眼看竞争对手涨价台积电也只能跟着趋势, 走通过适当的涨幅, 维持公司的后续生产内外受困不得不涨不过这次的涨价大炒, 中台积电也有自己的想法, 想法之一就是维持自己的毛利率, 芯片上游行业的巨头高毛利率, 是常态2020年英克尔毛利率, 达到56%高通依靠专利毛利率, 达到60%作为代工厂的台积电, 尽管毛利率也曾达到50%以上, 但是从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来看, 毛利率仅仅达到50%上下, 相比去年下降3%这样的数据投资人显然不会, 买一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就针对财报数据指出, 台积电的毛利率最早可能在明年, 降至50%以下, 针对台积电的后续发展, 更是给出了一记重锤, 在后摩尔时代成本正变得过于昂贵, 而台积电将不得不提升资本支出, 承受利润率下降的代价 以保持芯片制造的规模化趋势, 面对投资者调低预期台积电, 也在想办法补救将出厂产品权限涨价, 也就成了拉升毛利率维持市场高期望的最快选择, 除了维持毛利率台积电, 在生产经营层面, 还面临着全球化的转型今年5月份台积电, 在美国亚利桑那的分厂开工建设, 尽管当地长期面临干旱问题不利于芯片生产当地, 修现无尘式的费用高达500亿美元, 更是远远超出台积电的预算台积电, 还是选择租用5000个集装箱, 将总部的无尘式整厂搬运至美活分厂, 不光是正在建设的美国分厂针对汽车芯片台积电, 也可能在德国德雷斯顿建设分厂与博士, 革新等厂商共同争抢市场蛋糕日本政府, 也在邀请台积电设立半导体制造合资公司台积电, 将出资50%剩余份额, 由索尼和电装出资解决的也是汽车芯片的需求, 可以看出台积电的建厂策略从原有的, 宝岛为主,变成了现在的,全球开花。 大量的项目建设为台积电, 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台积电的长期目标, 也在维持盈利和推动研发的基础上, 加上了一条成本回收, 为了解决成本压力涨价, 也是大势所区区调企业经营因素, 单从产业数据来看台积电局势也并不乐观, 仅以上流的规料为例价格, 就从8万元上涨到20万元涨幅, 达到150%对应的同等基础价格, 也出现暴涨要求台积电按照原价生产, 显然不见识台积电涨价之后像是环球晶这样的硅晶原厂商, 反而缓解了营收压力内外, 受压的台积电涨价, 已经变成了必然涨价之后能走多远, 台积电涨价后, 成本压力已经传递给了下游产业, 以苹果旗下产品为例, 台积电涨价消息放出后, 很可能影响到后续产品的生产对应行业恐慌, 甚至让中国媒体传出了iPhone13因台积电涨价, 的消息全然不顾这款手机已经大量生产的现实, 这种恐慌情绪显然是IC行业, 涨价焦虑, 的直观表现作为上游带工厂的直接客户台积电的涨价, 让他们的生产成本, 激增可IC行业的现有产品规模, 不可能彻底满足持续变化的行业需求, 如果芯片行业产品价格持续拨动IC行业的路, 会更难走对于涨价主导方台积电, 这次涨价与以往相比没有优秀的业绩背书, 也让它的市场调整缺, 罚说福利这次涨价的目的并非针对生产和研发, 而是在企业财报层面, 维持基本的毛利率对于台积电而言, 不但证明了公司业务盈利能力下降, 更有可能让投资者的预期若空, 以目前台积电亚洲市值第一的地位来看, 这显然不是好消息芯片制成, 进入10纳米之后新产品开发的技术难度会指数性上升, 依靠晶圆代工发家的台积电, 目前并不像高通和英特尔一样, 拥有足够高的技术互成和台积电全球修厂的布局, 也让企业抛弃依靠大陆建立的成本控制方案, 陷入了全球产能斗争的红海中, 如果台积电无法在芯片技术层面破局再多的涨价, 也是飞水车新台积电的涨价, 已经变成了行业和投资者对台积电的, 绑架、费、绑架的台积电还能走多远,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想了解更多右下角点订阅, 这期分享到这,感谢你的观看, 下期再会。